大家好 歡迎收看下午的直播環節 午視第一激 現在就和大家看看十大最活躍股份的表現 匯豐控股今早曾經高見74.05元 半天升1.8% 中午收報73.95元 騰訊控股報279元 跌了2毫 吉利汽車報17.9元 升了1.06元 恆生H股報105.8元 升了1元 中國平安報52.45元 升了1元 第六位有香港交易所報205元 升了3.2元 有邦保險報56.35元 跌了7毫 銀河娛娛報45.9元 跌了1.5元 工商銀行報5.01元 跌了1元 刑副基金報26.3元 升了5毫 至於十大升幅股份方面 第一位有西伯利亞礦業 升2.6元 興法旅業 升2.2元 中國新城市報1.7元 升1.8元 湖光國際報1.1.7元 升1.7元 第五位有中國東方集團報3.3.5元 升1.5元 山東麥龍報1.2.8元 升1.4元 六成中國 中發展控股 升1.1元 預約堂報5.8元 升1.0元 優元控股報2.47元 升超過9% 至於十大跌幅股份方面 第一位有中國集成報1先 跌超過2.3元 進泰控股 跌超過1.4元 新容宇集團 跌超過1.3元 德泰新能源集團 和中國錢包 都跌1.2元 第六位有日成控股 跌1.2元 聯合醫務 跌1.1元 十三集團報1.4元 跌1.1元 第九位有中國置業投資 跌1.1元 而第十位有看見國際醫療 跌1.1元 現在和大家跟進港股的半日走勢 恒指今早就低109點 之後就跌幅收窄 曾經最多升32點 見25797點 半日高位 不過受制於10天線和20天線的區間 恒指中午收報25784點 升20點 國企指數報10403點 升38點 大股成交今晚是389億元 現在再和大家看看沽空榜吧 半日的沽空今晚是27.04億元 第一位有匯豐控股 沽空今晚是2.78億元 佔股分成交 超過1.4元 中國平安 沽空今晚是1.3億元 佔股分成交 超過1.6元 騰訊控股 沽空今晚是1.17億元 佔股分成交 超過6% 恒生H股 沽空今晚是9700萬 佔股分成交 超過1.1元 第五位有吉利汽車 沽空今晚是9400萬 佔股分成交 超過1成 現在有請Pier 跟我們跟進後市的走勢 Pier 你好 港股上星期五 收市跌200點之後 在下半年的首個交易日 見到好像有好淡珍池的情況出現 走勢暫時沒有明顯方向 其實恒指都好像悶了一段時間 在25500點至26000點這個水平上升 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打破這個門局 看到恒指今天都是低開 暫時高收緊 主要都是受到因為個別的某個版塊 看到今天內銀行股 金融股都升得比較好 主要都是受到上星期 美國方面的美聯儲局通過了 美國34間銀行的資產審查 亦都是帶動到這類股份上升了一點點 但其實看回整體來說 美股方面仍然都是稍稍微微的升了一點點上來 主要都是看回美元 美匯指數方面 聯儲局的對話就相對比較沒有那麼鷹派 對於歐洲央行方面和英國央行 或者加拿大央行方面的 比較明顯的鷹派言論就稍微訊息了一點點 亦都令到美匯指數跌下來 亦都令到美股方面的升幅其實不算是很多 這件事亦都令到港股方面受到外圍這個因素的左右 亦都令到升幅不算是特別多上來 而另一方面 再提回內地方面 雖然說今天公佈的PMI數據出來 都是不錯的 都是高於市場預期 但其實人行方面都是連續第七天 去停止公開市場的操作 亦都是淨資金的回籠 亦都是差不多去七百億左右的人民幣 這方面亦都令到資金面方面 對於胡廣通、深廣通方面 留下來的資金是少了 電訊亦都令到港股方面的走勢也低了一點點 但最近恆子方面仍然處於橫行的局面 波幅上方面亦都不算是特別多 成交量亦都不算是特別多的情況下 其實暫時來看 我覺得恆子方面 我覺得突破上到二萬六千點的機會 相對的小一點點 反觀 其實是二萬五千五百點 如果真的 我覺得有機會下市下去的機會 是比較大一點點的 所以暫時來看 我覺得恆子向下突破的格局 是比較機會大一點點的 看來Pierre 對港股的走勢可能負面一點點 覺得再嘗試二萬六的機會是有的 不過就未必太大 反而下市的機會可能相對上是大一點 看完大市之後 都跟Pierre跟進一下個別的股份 和個別的版塊 我們就談談豪賭股 見到澳門上個月的賭收 按年升了百分之二十五點九 但就差過市場預期的三成 按月就跌超過 按月就跌了一成二 見到豪賭股今天都可以說是跑輸大市 今早銀魚上午曾經跌超過百分之五 中午收報的時候 就是跌超過百分之三 而金沙中國都跌超過百分之1.5 而永利澳門就跌超過百分之3.4 Pierre 你怎樣看澳門的版塊 或者這些個別的豪賭股份呢 豪賭股方面 當然最近是升得比較厲害一點點 主要都是看回 之前有很多行 都預計了 其實六月份的賭收是超過三成以上 其實今次公佈出來的數字 就是25.9% 其實是稍稍低於市場預期 也是一個主要的原因 令到澳門股今天跌下來 但其實澳門伯彩股 看回最近利好因素 都是說新碼頭落成了 旅客的接載量是高了 變相帶動到所謂的中場業務 但其實整體來說 澳門伯彩業的大環境來看 其實我認為 仍然維持樂觀偏向審慎一點 主要都是因為上個月 六月中所緊 出了一個澳門警方 打擊中介人透過微信 去做一個搖拒的落註 這件事變相 較早前透過微信下落註 主要是針對所謂的鬼蚊廳的客戶 但如果完全禁止的時候 變相令到VIP業務減少了 而另一方面 最近看到中國社區融資的數字 其實也是下跌了 這件事變相令到澳門方面 VIP方面的業務減少了 因為始終社區融資 都是一個所謂的經濟指標 如果這件事減少了的話 亦是令到財富效應減少了 而另一方面 最近公佈的數字出來 PPI或其他宏觀數據出來 亦是有一個稍為見頂 整體來說是樂觀程度減弱了 這件事亦是令到VIP方面的業務減少了 而另一方面 記得四大城市的房屋價格 即是北京或上海等等 亦是下跌的 除了廣州升了少許之外 其實是全部四大的 即是一次性的城市 其實亦是增幅放緩了 即是減慢了 這件事亦是令到市民的意欲 去到澳門賭錢的意欲減少了 而另一方面 最近的流動性 即資金的流動性 剛剛提及過 股票方面的流動性是減少了 這件事亦是令到市民 可能在股票市場上賺少了錢 甚至可能會虧錢 亦是令到澳門去娛樂 或者消費的意欲減少了 這件事其實整體來說 對於澳門方面 最重要是看博彩業的收入 如果真的見到六月份是見頂的話 如果澳門股這個時候去買入 相對來說風險性會高一點 所以澳門業這個版塊 暫時來說 比較審慎為主 暫時澳門這個豪都股 仍在跌著銀河娛樂 暫時銀河娛樂佈45.8.5 金沙中國佈35.1 而永利澳門佈17.5.8 至於美高梅中國佈16.8 謝謝Pierre的詳盡分析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見 要財MoneyHunter提提理 現貨黃金買入價1238.03美元 買出價1238.32美元 現貨白銀買入價16.591美元 買出價16.617美元 以上資訊由要財MoneyHunter提供